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谷歌教室进行线上学习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网址是www.moe-dl.edu.my 这个网址你必须记下来了 接下来,打开你的浏览器Google Chrome 找到右上角的三个小黑点,点击选择第三个,New Inconnector Window 进入 如果你成功进入的话,它的界面是黑色的 然后输入刚刚我们所记下的网址 好,接下来来到这个画面,选择BlockMustle 登录 在这里输入你的Google Classroom的登录ID 它的格式都是这样的 m- 然后一组号码 接下来 后面是moe-dl.edu.my 接着按Next 输入你的登录密码 来到这个界面之后,找到右上角,选择MoveRate 第二个,Activity 接下来就成功进入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 好,来到这个界面之后 你会看见你的班级 选择你的班级 进入 这个界面它就好像面子书的界面一样 你可以在上面发贴跟同学分享一些你的想法 或者是附上任何的有趣的影片连接 来到第二个Classwork 好,你可以来到这个View your work 找到老师分配给你的功课 在这里会有一个列表 Assign字样显示的是你还没完成的功课 今天我们要来学一学如何完成老师所分配的功课 好,回到刚才上一个界面 选择Classwork 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老师所交代的课页 线上作业 蓝色的或者是有颜色的代表的是你还没完成的 灰色的则是你已经完成的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两种不同形式的作业完成方法 第一种 我们先来看一看类似作文形式的 好,点击了之后 等待它这个文件出来 然后再点选 进入了之后 由于这个只是示范影片 所以答案这边 我只是稍微做一个示范 好,假设说你的答案 是这一组 完成了之后 直接来到这个地方 Turn in Turn in表示成交 你完成了作业 就点选Turn in 将你的作业成交给老师 接着它会跳来这个画面 在这个画面中 它会要你确认 是不是确定要成交 好,你可以选择这边的Turn in 或者是这里的Turn in 都行 好,我们现在选Turn in 好,你注意这个Assign的字样 当你成功交上之后 它会变成Turn in 代表说你的课业已经成功交给老师了 如果你突然间发现 你的作业做得不够好 你想要更改 那么你可以选择UnSummit 点选UnSummit 你可以再重新回到刚才的课页 里面更改你的答案 好,类似这样 好,确定没有错误了之后 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步骤 Turn in 你会再来到这个界面 好,确定无误之后 你就可以按Turn in 成交你的作业 好,只要你看到这个Turn in的字样 就代表说你的课业已经成功交给老师了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等待老师批改 你也可以在这边写下一些 你做了课业之后的想法 完成之后按这个 就可以将你的想法贴在这里 或者说你要将你的一些想法 用私讯的方式写给老师 你可以写在这里 好,一样 老师就会收到你的这一个回复了 完成之后 直接来到上方 打叉 将刚才所完成的课页打叉 关闭就可以了 看过了第一种 类似作文简答题的提形之后 我们来看第二种选择题 好,一样点击这个classwork 找到你的老师所交代的课页之后 你就来到这边 点选这个 好,在这边你就可以回答 根据选项来回答 好,由于只是示范 你必须每题都完成 好,确定完成之后 每一题都有作答之后 你就可以点选这个 设计的submit 好,点选之后 它会跳到这个界面 你可以点击viewscore 来看一看刚刚你回答的练习 检查自己的答案 好,这个就是第二种练习 完成之后 一样按打叉 好,当你完成了作业之后 你会发现 刚才原本有颜色的这个图标 它已经变成灰色的 灰色的话代表说 你的作业已经成交给老师 你可以来到这边检查你的作业 这两个都已经刚刚成交上去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 等待老师将你的作业批改之后送回给你 你可以来到这一个return with grade 检查 好,这个是之前所完成的作业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 影片结束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 刚刚所学的是 完成老师所安排的线上作业 分为两种类型 分别是简答题 作文型 或者是选择题 好,在这里谢谢观赏 祝福你们学习愉快 我们再见